再來看到是在花蓮縣晚間發生一起悲劇 有一對情侶院鬧分手 結果兩個人在鐵軌旁邊就激烈的爭吵 拉拉扯扯 結果遭到迎面而來的自強號火車是擦撞 這男子是當場死亡 而女子的是全身嚴重的骨折 送醫急救 遭到火車擦撞的男子傷勢嚴重 送醫前就已經沒了 呼吸心跳 3 2 3 事情發生在晚間11點多 一對情侶在北回鐵路 警美平交道旁發生爭吵 女方帶著行李 想要搬離租屋處 卻被男方阻止 兩人一陣激烈爭吵後 闖入軌道 當時火車急許而來 31歲男子當場死亡 而女子則是多處骨折重傷 送醫急救 聽到這樣吵架 聽到聲音在吵架 然後有一對男女在吵架 他那個男人在跪 對那個女孩子在跪下來 這起闖入鐵軌事件發生在花林縣秀林鄉 警方調查 女子當時想要離開 男方不讓她走 兩人就在拉扯間遭到自強號 南下火車擦撞 聽說是情侶是握軌嗎 還是 由於目擊者只聽到兩人爭吵 事情詳細狀況 警方還要進一步調查 中文新闻 廖卫林 花莲采访报道